疫情持续严峻 却有诈骗集团把歪脑筋动到筛检民众身上 刑事局表示 有民众接受肺炎快筛或PCR检验 报告出炉之后 诈骗集团却以电话通知民众 要缴交现金才能拿取治疗药物 疫情严峻 诈骗集团丝毫不手软 它也藉由健保署所公告的一个最新诈骗手法 就是PCR检测阳性 要民充交钱拿药的事 有关本案本局的回应如下 本案就是民众在接受PCR检测阳性的时候 诈骗集团会以电话来通报民众来交钱拿药 查165专线从今年1月到现在为止 总共有两届民众被害 财损金额为38000元 有关上勤 本局已经将相关的勤资汇诊给外勤大队来争处 并且与卫福部成立一个及时的联系的窗口 除此之外 我们也在我们的官网FB公告宣导相关事类的诈骗手法 来提醒民众受害 如果民众您还有任何疑议 欢迎拨答本署的165专线来洽询 或者是洽询健保的咨询专线或者官网 另外健保署也提醒若筛检结果为阳性 请民众等候卫生单位通知 做后续检疫隔离安排筛检 报告出入之后 也不会以电话通知民众缴交现金 拿取治疗药物 民众若接到疑似诈骗电话 请立即挂断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记者离习会台北报道